这个能够两手握住的枪 能够两手握住的枪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57集的节目 我最近的话 把这个Earthrise 地球崛起 或叫地出系列 The Last Class 还有这个工作室系列 Stewart Series The Last Class 全部都带回家 那手边素材一下子比较多 那也不晓得先拍哪个好 那我的这个 动态里头呢 看到这个玩大的博物馆呢 给我留言说 他想要先看鳄鱼精 所以呢 基于呢 我们都是属于 比较不正经的UP组呢 我就回馈他这个动态的留言 我就先把这个鳄鱼精 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是一款 我个人呢 觉得呢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玩具 他呢 直接了当的说呢 其实呢 不应该 你不把它当变形金刚呢 你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潮玩的话呢 这个你可能会对他的分数呢 会再更高一些 当然我们还是要简单的聊一下 这个鳄鱼精啊 其实它的一个名字是叫做 昆特莎 那昆特莎是五面怪啊 不过自从志愿电影第五集之后啊 大家对昆特莎的印象 可能就变成了一个 章鱼女神 还是反正就是那个 女性的这个 外星生命体了啊 可能就 不再是我们以前这个 G1里头五面怪的形象了 那这个鳄鱼精呢 是作为五面怪的护卫啊 士兵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杂兵级的啊 他还应该还有所谓的精英级 然后呢 这个呃 数量的话呢 就是你想要买多一点组队 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和会呢 也很好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有些地方啊 像这个 这个 复支的这个部分 是有点紫色啊 但是玩具的实体的话 就是一个 灰色啊 稍稍有点点不一样啊 这个无所谓啊 以及这个分色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我不是故意 图比中指啊 这个地方明明是一个 如果我们有色盲的话 应该是淡紫色吧 但是呢 这个玩具的实体就是一个 呃 这个是香槟银吧 那总而言 这里稍微知道一下 有一些不同就行了 包括这个啊 面部的这个造型 也是不一样啊 其实呢 面部的话呢 你看他这个 类似是整个是一个 银色的口罩 但其实玩具的配色呢 这个才是正确的 在大电影里头啊 这个其实不是口罩啊 这个银色的部分呢 是属于下巴 这个紫色的部分呢 是属于上唇 也都是说他讲话的时候 他发出声音的时候呢 是上面的紫色 紫色部分呢 跟下面银色部分呢 是会裂开的 还是就是一个 像是鸟嘴巴一样的 这个 你看到 这个有点 往前凸嘛 还是那有点像 鸟嘴一样会张开的 并不是一个 呃 像OP一样口罩 后面有嘴巴在动啊 并非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大小尺寸呢 他是一个 DELUX等级 但他做的比较小 比较胖 那我拿出这个 在大电影里头呢 跟他有对手系的 这个COP 还有这个HORROR 那这两个是 呃 TITANS RETURN系列的 是头可以拔掉 那个系列啊 并非是居换的 更不是之前经典系列的 那各位 你可以拿你喜欢的 这个模具 去跟他做个搭配 那以电影里头的 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比较正确了啊 但是确实这个玩具呢 是做小做壮 但是非常的好玩 先看一下 他的一个配件 首先是一把 这个能够两手握住的枪啊 能够两手握住的枪啊 能两手握住的枪 其实并不常见啊 通常玩具呢 都做的比较短 通常是只能一手拿 我是这个意思 那他还有附带 另外一把副武器 是他的这个 在鳄鱼形 看一下尾巴的这个部分 拔出来的话 是一把弯刀 那至于呢 你是喜欢哪一只武器呢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啊 你要一手拿枪 长枪啊 应该叫spear 啊spear 对长矛吧 应该叫做spear 然后这个是一个弯刀 那弯刀内部的话呢 有一些刻画啊 这个呢 是尾巴造型的一部分 那其实这个是收在尾巴里头啊 这个刻画呢 应该是专程为了这个武器状态下而去做的 那拳头可以转 然后头的话呢 是一个可动度相当不错的一个球形关节 头上的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软胶部件 啊 这个可以理解啊 因为它是收进这个盖子盖进来的时候呢 是放在身体的内侧啊 可能怕是弄坏啊 所以弄个软胶部件 但是你收的时候尽量把它收好 因为如果里面一收好 它会长期的被压 可能会有点弯曲 手臂三周零度的转动 然后这个非常漂亮一个肩甲 上面还有这个带刺的造型啊 就一整个是一个 佛有那个古罗马战士的感觉啊 额头肌也可以转动 手肘的话弯超过 应该是说刚好90度吧 但是因为变形的需要呢 它需要有点特殊的转法 那腰身的话可以转动 不过这个腰的转法的话是比较 是应该是比较 呃 配合变形需要 但是还是可以转了啊 转的时候呢 这个裙甲一定要先开 后面这个 呃 这个部件也稍稍会有一点影响 脚的话前后提 啊 而且是蛮感动的 它并非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这个Earthrise的话呢 呃 有点继承了这个围城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减少球形关节的运用 脚底板也做得很大 然后这个逐步的话 就是这个 呃 怎么说呢 它是有一个接地啊 但是它不能够转动 以及在变形的时候呢 下半身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人形态 那可动也是算是挺好的了啊 这个背包 呃 姑且就当它是一个造型吧 就一个呃 Basaka不对吧 刚刚说人家古龙马 但是现在就算是Basaka啊 那个是不太对的啊 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 如果你不喜欢武器放在身上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把它给这样插进去啊 武器的话呢 就可以全部收纳在后面了 行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给它进行一个非常非常好玩 而且精妙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块凸 那是因为它斜的角度比较比较刁钻一点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拳头打90度之后呢 再旋转上臂这个关节 把它给扣进这个身体侧边有个洞 就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真的是需要稍微练习一下的啊 真的是需要练习一下啊 这个 毕竟这个入口比较刁钻啊 这个凸就要多负一点责任 就尽量的多用你多重的关节啊 好 两侧都把它给扣进去了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一块部件呢 给裙甲翻上来 然后后面这个部件往后面拉一些些 然后呢就可以方便呢 我们来旋转这块部件 把它给腰伸前后转180度 再来的话呢 把它整个部件呢给挑起来 往上面翻上来 那这个地方啊 注意一下啊 就是说 这个头跟这个头是 其实有一点点连动啊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啊 并没有非常的多 然后呢 把这个部件呢 旋转180度 旋转180度 然后往后面盖一下 你看到这里 有两个凸 那就扣进胸口这两个洞 这样子就把它给扣进去 啊对了 这块部件要记得把它给压进来 这里扣进去 好 然后呢 这个脚的话呢 说明书它有特别强调是要往下折 它有特别强调这个动作啦 所以我们就 就是先按照它的一个变法 尽量的话把它折成90度 这样它的体格呢 会缩到一个最矮小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这里的话不得不提一下 以这个 G1大电影里头呢 它的变形呢 其实是没有前后对调的 它是直接从人的肚子下面就变出一个龙头上 就把自己给包住啊 所以这个变形跟动画里头的展示呢 啊 其实是没有一样的 那这个武器的话呢 你当然也可以握持啊 握在手上 也是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小小野蛮人的一个样子 拿个武器不错 那至于这个尾巴的话 我是建议就不要拿起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一个鳄鱼的形态 我们就不要让人家这个被断尾啊 这个就把它留着吧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鳄鱼的一个形态 那它的可动的话呢 就变成了是只有这个手臂 就这一块部件 它能够上下动 有点转胶部件 武器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两手去同时握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手啊 这个没有这个球关可以转 长度也有所变化了 然后这个拳头的话就漏在后面 这可能是它比较大的一个败笔了 尾部呢 这个算可动吗 还有了 还是一点点可动了 那腰身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也是可以动啊 但是就是很有局限性 脚的话 你要让它再张高一点都没有问题 那主要还是这个玩这个头了啊 这个头部啊 红色的眼珠子 挺漂亮的 你可以呢 把这个往下 也可以往上 上下都可以动啊 最大的话就是张到这么多 这是极限的 最大就是张到这么多 OK 非常的大 内部的话呢 有一个红色的涂装啊 伪装成是舌头 然后一个上面的一个牙齿 下面的牙齿呢 是这个双排的 这个跟 应该跟鲨鱼是一样吧 当然鳄鱼的牙齿是不长这样 我不知道啊 没有被它们咬过 那这个就是看起来非常猙獰啊 行 那这个本身的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 这种算是有点 也是有一点点 稍稍有质感的绿色了 然后内部也是有一些细节的 那我们呢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身高的对比 它就说的更小了啊 当然在这个动画片里头呢 他们是就非常凶啊 这样一跳起来 就就直接的就是把这个 呃 哈罗啊 什么就是这个 一下就把它们铺倒了 你不给糖吃啊 我就把你铺倒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 本身的话呢 我就提过了啊 它有非常浓厚的一个潮玩的感觉啊 它就不是 它并不是变成载具啊 也不是变成这个什么飞机啊 这些都不是啊 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怪兽的形态啊 这个就颇有这种类似像是 呃 我脱了 或是一些就是潮牌玩具的一个 few啊 就不知不觉的 我不跟你讲的话 搞不好你以为是meteo的玩具啊 不是hatspo的玩具啊 如果你根本没靠命金刚的人 你只是普通的一个呃 这个对玩具有一点点兴趣的人 你可能会有这种错觉就是了啊 那整体来说呢 这一款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一款小品的一个 小小型的精品玩具 我真的是可以把它类为是一个蛮精品的一个玩具啊 只要价格在稍微再低一些些啊 这一款的话 留一个在身边的话呢 我个人是觉得 相信你不会后悔了 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行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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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